因应国内的疫情 日前有延烧的趋势 不少的尾牙纷纷喊咖 改到年后再办春酒 也让人好奇 年后的春酒活动 还能不能够举办 对此指挥官城市中表示 疫情分级有四个阶段 目前台湾还在第一级 除非进到了第二级 也就是有波民感染源的 本土案例时 不论室内或者是室外的 大型活动 才会做人数的限制 因此大规模的春酒 目前没有禁止 但是建议要缩小规模举办 另外企业航号在年后 需不需要启动异地上班呢 指挥中心也表示了 国内的疫情 要是升到了第三级 也就是单周出现 三件以上的社区群聚事件的时候 才需要异地办公 农历春节就快到了 旅游人潮将会南来北往 而布陶群聚事件 还在观察阶段 外界担忧人流移动后 会不会增加本土疫情 扩大风险 年后企业航号 需不需要启动异地上班 还有春酒活动 还能举办吗 要办都是尽量缩小规模 特定的人 太大于规模 并没有禁止 要大家别太紧张 因为针对疫情分级 共有四个阶段 目前国内疫情还属于低级 也就是只有出现境外移入 导致零星社区的感染病例 除非疫情发展到第二级 这时候室外500人以上 是那100人以上的集会活动 像是比较大规模的春酒 才需要停办 而疫情一旦进展到第三级 也就是单周出现三件以上的社区群聚事件等等 也才建议企业需要启动异地上班 但现阶段几乎天天都有境外移入个案 又有本土疫情夹击 似跟去年三四月时的疫情状况很相像 陈时中倒被如流犯出去年三月18号这一天 光是单日确诊就有23例 当时病例数还突破100例 到了3月20号单日确诊也有27例 3月21号也有18例 3月26号26例 因为欧美疫情严峻加上境外回国潮 还有本土案例感染源不明 造成疫情紧张相较于现在是不同状况 不过指挥中心还是再次提醒 个人防疫没有松细的本钱 记者葬葡萄 进行 三五三 三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